第二十六題 從貝塔帕酷酷氏的研究資料顯示 其中一組是製造乾電池所用的石墨棒 此物質可能為下列核者 我們曉得石墨是唯一可烤電的非金屬元素 我們的以柄會導電 可是他敲打之後是變形 具有延展性是屬於金屬而不是非金屬 而我們的甲敲打之後碎裂 沒有延展性 它是所謂的非金屬 但它可以導電 所以它是所謂的可導電的非金屬元素 也就是石墨 所以第二十六題問我們說 其中一組是製造乾電池所用的石墨棒 此物質可能為下列核者 我們答案選的是A 甲